哈囉大家好我是莉莉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本書 這一次只會講一本書 我像之前講四本書 所以可能會講得比較仔細一點點 好那在開始分享之前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或是問幾個問題 就是你相信不用工作也可以生活嗎? 或者是說有一種工作 它叫做生活 又或是說你從來不知道 怎麼在工作跟生活之間去找到一個平衡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本書 就是有關於這方面的書籍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這本書的話 它叫做最早與最好的書店 會看到這本書 其實是因為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去一間咖啡廳 然後就是在等廁所的時候 我就在外面這樣子翻翻翻 其實看到這本的封面的時候 我一開始並沒有太大的興趣 原因是因為我不在乎 就是怎麼經營書店 因為我只是想要當一個消費者 去書店找到我要的書 但是最糟跟最好的書店 它其實並不是在講怎麼去經營書店 而是作者 松浦彌太郎 他是在講他自己從高中 到開書店的一些心路歷程 所以我覺得他這本書 真的是非常像是 有一種工作叫生活這本書的始祖 因為呢他其實前兩頁他的秩序吧 我讀了就覺得 哇也太迷人了吧 因為他一直在探討 就是關於生活這件事情 好那這本書的話呢 之所語叫做最早與最好 原因是因為呢 他讀過一本 讀過一首詩吧 叫做最早與最好的路 那他其實 他讀完的感想就覺得 其實就像影子一樣 你有光的光明的那一面 其實也會有陰影的那一面嘛 所以就是反而一件事情是一題兩面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那就是 極限在他自己的人生上面 所以呢 這本書其實 無關教你怎麼經營 所以他不是被列在什麼 商業類別啊的書籍裡面 那這本書的話呢 他其實是落在於 有一種 有一個系列叫做 職工作不上班 對職工作不上班 這個系列裡面的 七本書其中之一 那這七本書呢 其實他都是收錄一些 一些日本職人的 怎麼講 經歷 就是呢 他們不是去一般的 社會上面的公司上班 他們而相較的是 自己用 工作去賺錢 你會想說 啊上班跟工作不是一樣的啊 然後 工作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是 找到你熱情的工作 可是去上班的話 當然上班也是有熱情在 如果你找到 你想要的公司跟紙圈 那就是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 今天你的上班 只是為了一份薪水的話 那可能就是 怎麼講 你會拖著皮類的身體進去 然後又拖著皮類的身體出來 下班這樣子 攤在家裡耍廢 看我的影片 好 反正呢 就是這一系列 還有其他六本書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大家可能覺得很難想像說 不用工作 或是職工作 不上班 這個概念 我可以理解 因為呢 過去我們的 學校社會體制 教育我們的 就是說 我們就是一向去競爭的成績啊 排名啊 然後薪水啊 現在臉可能什麼有沒有結婚啊 這個都是 一向要競爭的東西 我們就是被迫 就是一直去學不會的東西 但是也沒有人管我們喜不喜歡 我們就這樣一直學 學學上去 然後呢 到最後進入了一間不錯的公司 進入了一間不錯的大學 然後呢 人生就這樣子結束 可是呢 作者就會覺得 到底什麼是真正該重要的事情 什麼是真實 所以呢 作者就是為了這件事情所困惑之後呢 他就 嗯 怎麼講 他就在高二的時候休學 那其實他休學之後 他其實也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 說自己要去做什麼 我相信這很正常吧 身為一個高中生 能夠知道自己真的要去做什麼 所以 但又不想要讓爸媽 就是覺得擔心他 或是讓他覺得 他是一個沒有用的人 所以呢 他其實每天他會出門 然後去一些圖書館啊 電影院啊 公園啊等等的 有沒有很像就是那種 中年失業 然後不敢給老婆 知道說他失業的人 好 然後呢 他就是去這些地方 但他其實身為一個高中沒有畢業的人 他其實不能去找什麼工作 因為他想要智力嘛 但總是要有工作 所以呢 他就那時候 他第一份工作叫做 拆屋工人 就是去幫人家拆房子這樣 每天的話 會有十千塊的日幣 就折合台幣 大概一千多塊的薪水 那他那時候呢 其實他的交友權也開始的轉變 從同年凌晨的朋友 慢慢的轉到就是 社會人士 然後或者是一些更怎麼講 呃 非常特別的人 跟他們當朋友 他其實在不工作的時候 他也玩得很開心 就是有點糜爛啦 就是各種玩 那他也說 其實這樣的生活 並不是非常的簡單 其實是有點辛苦 因為呢 財務工人 工人這兩個字的話 其實相對來講 就是社會的底層 他就說了 他很像是 趴在地上的那種感覺 讓人家有點看不起 這個就是他那時候的感想 可是呢 他並沒有非常討厭 這樣子的 怎麼講 經歷 因為他覺得這樣的體驗 為他帶來的更多的是 不一樣的想法 作者呢 作者其實 唉唷 作者呢其實 在打著這些功的時候 他還是不知道自己的目標 要做什麼 但是他有一天 就是看到了一本雜誌 然後呢 他就覺得 上面的照片 是美國舊金山 他覺得好漂亮喔 他很想去 所以他就想說 好吧 那就出國去床床看 但那時候呢 他其實也沒有什麼錢 所以他先呢 打了三個月的工 存到了五十萬的日幣 他就去美國舊金山 結果他第一天其實 因為他的英文 不是特別好在那時候 所以呢 他其實也被騙了 但就是被騙了 比較多 比較高費用的住宿費這樣子 但是呢 他也是租下來的 但他也說啊 就是 第一天到舊金山的時候發現 跟照片上面看到的 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真的蠻理解的吧 就像我第一次來德國的時候 我就覺得 喔德國這樣好天氣啊 什麼之類的 結果我第一次來德國的時候 是冬天 然後我找不到房子住的那種狀況 Anyway 有機會的話再說給大家聽 好 然後呢 他就在那時候呢 因為前期有錢嘛 他有十萬的日幣 所以他生活還算OK 但漸漸的他開始感覺到寂寞啊 然後會覺得怎麼講 也開始要賺錢了 所以他就到日本街上面去找朋友 去認識人這樣子 然後開始做一些不用成本的工作 就一樣就是打零工啊等等的 那這些工作的話其實 又是另外一種體驗嘛 但是呢 他後來回日本 他隔了八個月之後回到日本 那他回到日本的原因是因為 他說他住牙了 所以他實在非常不舒服 而且還透過很多方式回到日本 那我覺得 他說人呢 這是在 怎麼講 當你在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種子會特別脆弱 我覺得這個點應該是很多 在國外的人都可以感受到 就是尤其是台灣的健保 就是台灣的醫院看醫生那麼方便 然後包含像這次COVID-19的整個措施 我們都會覺得被照顧得非常好 所以就會覺得 哇好想要回家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後來是因為他住牙 所以他回到日本 結束了他八個月的 在美國闖蕩的旅程 那他說呢 其實他雖然在闖蕩的過程當中 他雖然對於未來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 怎麼講目標 就是說 沒辦法看見前方真的有一個什麼東西 可是呢 他卻有一種莫名的充實的感覺 那那種充實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 每個人想要的吧 因為就是因為當你 呃 當你去上班 可是可能他不代表充實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非常的不知道怎麼辦 才會覺得時間浪費在不對的事情上面 可是一旦你有充實感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這個時間 並不是浪費掉的 儘管你做的事情 不是什麼風光偉業的事情 可是呢 你會覺得我的時間用得非常有意義 對 所以呢 作者就在他祝亞之後回日本之後呢 他就在想 他當然中間還是有去打零工作 一些工作嘛 然後呢 他之後又再第二次去美國 可是他這一次去美國呢 他並不是去舊金山 而是去紐約 那他這一次呢 他發現了自己擅長的一件事情 就是前面做了很多事情 他覺得很充實沒錯 可是這一次呢 他是找到他擅長的事情 就是找東西 尤其是找書 作者他在高中畢業之後 他就其實蠻喜歡看書的 他其實裡面都會提到說 他受拿基本書的影響 那他會喜歡看書 其實某種程度是因為他有說 他想要讓 看書讓他自己變得比較厲害的感覺 其實因為他高中就畢業了 高中就休學嘛 他想要比同年齡的人懂更多 所以呢 他會去看很多的書 那也因為他喜歡看書 然後他在找書上面 他也覺得自己在找書 特別的厲害 比方說他去書局 他就可以很快找到自己要看的書 這樣子 不像我都是看那個暢銷排行榜 我都直接挑那些書看這樣子 然後呢他就開始 用這個東西去過生活 可是你想說 怎麼過生活 其實他找的書 不是所謂的那種暢銷書 就可能美國買得到 日本也買得到 他找的書呢 是比方說比較偏向藝術啊 攝影啊 然後 比較視覺的那種書籍 懂嗎 就是那一種 然後呢 他就是透過這個方式去買賣 去賺錢 那也因為這樣子呢 他就開始從路邊攤啊 開始慢慢買 然後慢慢的回到美國 回到日本 然後就這樣子 美國 日本往返的情況之下呢 他其實有賺到了一些錢 最後呢 開了書店 好 然後呢 其實作者最後那間書店呢 他的形象也慢慢的固定下來 但是因為我剛才講 他的書店可能就是比較偏向藝術啊 攝影這塊的 那 沒有吃頭髮 然後呢 他就覺得客人到那邊 其實已經對他有種期待了 就是覺得到這邊可以找到創意的來源 他漸漸的感覺到了壓力 然後他也漸漸的轉移 接了更多的寫作的工作 所以呢 他就把這些書店關了 雖然他後來還是有開行動書店 然後跟現在還是真的有開書店了 不過他那時候決定就是先把書店關了 好好的從事 創作這塊的 怎麼講 寫作這塊的發展 對 好 然後呢 其實這本書的長點裡面 就是作者 他其實會探討 什麼是真實 什麼是自由 然後 最糟啊 跟最壞 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這樣子 所以呢 其實最後一個部分 我就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什麼是自由 其實作者他的定義呢 他是講說 自由其實 是跟社會有關連之下的自由 其實這句話一開始聽 可能會不知道什麼意思 可是可以很理解的是說 今天如果你的工作跟社會有關 你也覺得自己跟社會非常有貢獻的話 那你就會覺得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有意義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算是你的自由了 那我覺得自己來講的話 自由應該算是怎麼講 如果你現在已經滿意 你現在的生活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現在的自由就已經有了 可是如果你還在找尋你自己的自由的人 我覺得很多時候其實 自由這件事情是因為我們太在意別人的眼光 或是被這個社會的一些 應該怎麼樣 不應該怎樣所束縛住了 所以呢 其實如果你還在追尋自由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去想想看 其實你在追的前一步 是應該要去思考 是不是被這些東西給幫助 對 好然後呢 最後這本書的話呢 就留給大家自己去看啦 我看他其實在博客來上面還有畫 那我那時候其實是跟那個咖啡廳老闆娘換的 因為我就拿我自己的書去跟他換 我剛剛有說我非常喜歡這本書 可以可以可以跟我換嗎 然後他說OK啊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去二手書店找看看 去找出這些 呃 只工作不上班的系列的七本書來看看 那今天呢 分享到這邊啦 大家不要忘記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分享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說書的話呢 要記得在下面就是怎麼講 留言告訴我你們喜歡 好那就這樣 掰掰